在转生史莱姆世界中有一个特别的设定 那就是命名 命名是转生史莱姆宇宙中最基本的设定之一 这是和称号和家户一样特别的设定 命名人类和非人类的物种会有所不同 一开始命名是一个引路的过程 一旦命名后就能建立主虫关系 但后来得知命名后会有好几种不同的变化 被命名后的某物会变得更加灵活 体型、智慧也会有所变化 事先了解命名的好处和条件后 从长远来看命名是非常有优势的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 可以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最新影片的通知 在整个故事中 我们经常看到都是某物被命名 如果是人类被命名呢 其实人类被命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和价值 就算人类被命名也类似普通人类的头衔 除非将它们视为具有特别身份的称号 由于人类是比较特别的种族 它们的文化和社会已经有一定的文明了 人类通常在它们出生后 它会由它们的父母或其他相关的人命名 所以命名对人类来说只是名字的意思而已 在转称史莱姆故事中 通常某物是没有名字的 所以一旦被命名后的某物 会提高它们的名声和地位 然而这个条规是否也适用于人类还不得而知 因为人类一直按照它们的社会规则给彼此命名 除非那个人类一出生一直都是无名 然后它从高等级的生物那里得到名字是有可能的 但这个设定还没有被证实出来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类总体上仍然是落者 因为落者命名也不影响多大的变化 命名则基本上都具有高魔术能量 魔物在获得名字后 它会变成命名魔物 并且还获得更高的地位 会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多 甚至有时会进化 如果命名者越强大 命名魔物就会成长得越快 如果命名魔物是上位魔物 它们本身已经是非常强大 就会从命名者身上抽取大量的魔术 比如当里姆路命名哥布林的时候 里格鲁解释说 他的哥哥虽然也有被人命名过 但他的成长进化 不如里姆路命名的魔物 在里姆路命名大鬼族的时候 他们六人全部同时进化成鬼人族 这样的事情是前手未有发生过 因为鬼人族是一种进化 在大鬼族中很少会出现的种族 只有强大的大鬼族 到达数百甚至数千人的历程 才可进化成鬼人族 此外由于大鬼族本身是较高等级的魔物 里姆路只是替他们六人命名 就已经消耗大量的魔术 而进入睡眠模式 而在之前 里姆路命名哥布林和蓝牙狼一族 大约一百人左右过后 才大量消耗魔术才进入睡眠模式 由于命名是伴随巨大的风险 因此大多数人都不太会想去做命名这个动作 命名会消耗大量魔术 而且命名者的魔术会永久消失 导致命名者的总魔术量会永久下降 有时拿捏不好的话 会因为体内的魔术流失过多而伤命 但里姆路他可以克服这个问题 因为他有大选者的帮忙 在里姆路体内的魔术产量 第一一定的比例时 里姆路将转入睡眠模式 在睡眠模式中的里姆路 会从在隔离区的暴风龙 维尔德拉身上回复失去的魔术 因此只有里姆路这作弊的方法 从而幸运地活了下来 还可以不断地替魔物们命名 有明智的魔物 在世界中是如此罕见的事情 几乎绝大部分的魔物 最终都没有明智地度过了一生 只要有人愿意替他们命名 他们都会感到无比的惊讶 而且还会感谢替他们命名的命名者 会像主人 国王甚至上帝一样尊重命名者 愿意替他为命名者服务一切 如果主人不幸死亡 此里姆路状态也会跟着消失 这也是为什么里姆路能够替 戈比尔重新命名为戈比尔的原因 其实还有个原因是 戈比尔崇拜里姆路 所以也非常期待能被对方命名 所以里姆路只是随口说出了戈比尔 就被认为是命名成立 立刻被夺走了大量的魔术 而恶魔绝对不用自己的真名介绍自己 如果你知道了他的真名 就可以用他的名字来操纵他 所以不自我介绍是某种的常识 在亚人社区中 似乎有很多人拥有名字 但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变化 就比如武装王国德瓦冈国名的凯金 还有叶子蝶中的精灵族 还有树妖精的托雷尼 还有其他类似他们的魔物 他们很可能军寻与人类相同的命名方式 因此除了个人名字之外 没有其他影响 还有拉米利斯 迪诺 达果流露 路米纳斯 还有四大龙中等 他们有名字 却没有人命名他们 暴风龙维尔德拉 可能由他们的兄弟姐妹命名 但其他的大角色 是谁替他们命名呢 还有一个解释 就是他们给自己其论名字 他们能选择知名的系统 这种现象 可以类似人类命名的特性 知名的概念 首先出现在奥尔特斯身上 奥尔特斯是一名恶魔 在王国和其他贵族的支持下而获得自己的名字 还有一种是同等地位的命名 故事中第一次出现的命名 实际上是里姆路将谈派斯特 这个名字将作为他和暴风龙维尔德拉的姓氏 这个姓氏是他们平等地位命名 当两个人有相同的姓氏时 就确立了他们平等的地位 他们不是主人和仆人的身份 同等地位命名 会对对方双方未来的成长产生重大影响 因为平等地位命名意味着双方在交流能量 在使用皮子的能力时 都有更高的自由度 除非对方彻底拒绝一项提议 否则另一方可以使用后者的全部技能 比如第一次使用维尔德拉之剑 里姆路只需轻轻一挥 见得维尼的输出高得离谱 由于当时里姆路没有明确告诉维尔德拉 要保持最低的输出 维尔德拉当时注入太多能量 才导致维尼过头 如果维尔德拉和里姆路没有同性事的话 里姆路就会被认定为维尔德拉的部下 里姆路的成长路线恐怕也不会那么好 因为主仆关系基本上不管什么时候 你都是仆人 这会影响他们的成长变化 里姆路被认为与维尔德拉同等 基本上就是被认定为与龙肿同等的存在 也正因为如此 里姆路需要真正变得强如龙肿才能不负众望 命名他人下属可行吗 在故事的中期 又展现了命名的灵活性 拉米利斯预据到坦派斯的联邦国后 在里姆路要求下 创造出百成的地下迷宫 还携着里姆路进行营运 原本贝瑞塔与拉米拉斯 确认了100年的保护契约 100年之后改为服侍里姆路 但拉米利斯看到里姆路已经拥有太多强大的部下 便要求里姆路把贝瑞塔永久给了他 而贝瑞塔本身也蛮喜欢拉米利斯 后来里姆路将主人的身份转给了拉米利斯 即使里姆路不是真正的主人的 但只要建立了灵魂走廊 他似乎可以属于命名和进化任何人 弥补命名消耗的魔术还有什么方法吗 里姆路命名那么多魔物 不会有什么影响吗 命名需要大量的魔术 只要命名者拥有足够的魔术提供 命名就可以完成 里姆路之前还可以依靠体内的暴风龙来恢复魔术 那里姆路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补充魔术吗 后期里姆路得到大量灵魂后 他将灵魂放在自己的胃里 然后从胃里分解了5000个灵魂后产生魔术 接下来他命名了四位龙王 这就是为什么里姆路可以不断替魔物命名 而目前在朱拉坦派世的魔国联邦 每个人都是有名字的魔物 只要是被里姆路命名后的任何魔物 都会演变成人形形态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命名的用处 如果我有说错的地方 有请你们留言纠正告诉我 你们还想知道关于什么题材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记得点赞分享 你们的每一个赞都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 那么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